大家好,这是功夫班杰的身心灵字典 每一集我们透过不同的词汇 探索宇宙的奥妙与生命的意义 上一集我们透过灵魂的定义 解说,修行追踪的目的也就是开悟 但是只知道目标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知道方法 那每个宗教跟身心流派各有各的 哪一个是对的,这个就是要看人 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但毕竟有这么多的途径 要怎么选择哪一种最适合自己 这是一个问题 到底要上光的课程,玩玩水晶 还是研究量子力学 还是走那种灵魂出窍的天使路线 还是要燃烧一些香味的叶子 搞一些迷幻的巫术 还有奇迹课程,人类图,外星人转世 好多好多 所以为了给大家解惑 今天要介绍的词叫做 瑜伽 不是把自己折来折去的那种瑜伽 我讲的是真正的瑜伽 折来折去的那种 其实就是其中一种瑜伽的 其中一个环节而已 它正确的名字叫做 阿什纳 体味法的意思 但为过去的西方人 对瑜伽式的体味法 特别感兴趣 导致了运动的部分 就被错误宣传为瑜伽 诶呃 你是瑜伽师傅吗 那你现在也在练瑜伽吗 这是... OK好 赛拉金 为什么大师都要说话这么慢 OK 瑜伽真正的定义就是连结 同一或是合一 甚至两个东西变成一个东西的意思 瑜伽的凡文发音叫做 Yoga Yoga 但它的希腊文发音叫做Yoke Yo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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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ke Yoke 语言的言化 Yoga Yoga的中文翻译是 二 一种用木制造的梁 可以把梁头牛的头扣在一起 去并行拉一些众物或是耕田 对于生性灵来说 瑜伽的连结 就是连结神 它的统一 是统一自己的存在 跟它的合一 是合一这个宇宙的真相 它是一个方法去达成 基督教的天国 佛教的涅槃 伊斯兰教的 极乐世界 瑜伽的沙摩地 或是我们上一集讲的 数轮的帕尔阿们 也就是最高的最高 最高 所以圣经马太福音 十一三十 基督耶稣说 要知道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勤圣的 是在宣传 它的瑜伽才是王道 因为它的恶是容易的 也就是它的瑜伽是容易的 Yoke Yoga My yoke is easy My yoga is easy 还有它的担子是勤圣的 那担子也是一个工具 把两个东西合成一个东西 所以这句话可以重新翻译为 我的瑜伽可以很容易的连接神 可以很勤圣的达成天国 这表示除了耶稣的瑜伽 还有其他的派系 基本上瑜伽分四大派系 Bhakti yoga 奉爱瑜伽 Janana yoga 智慧瑜伽 Raja yoga 国王瑜伽 Karma yoga 业障瑜伽 每个派系是不同性格的人 而每个派系可以再细分更多的流派 像基督教在瑜伽的理论里面 属于是 Bhakti yoga 奉爱瑜伽 适合热情感性的人 或比较有想象力的人 这种瑜伽的重点是要连接一个外在的神 透过虔诚的行为 无论是拜拜 跳舞 唱歌 该教堂 盖庙 捐款 服务其他的信徒 他会一步一步的沉入他的神 慢慢变成他亲爱的神的一个部分 Bhakti直接的翻译可以是 虔诚 服务 参与 或是臣服 这种瑜伽很吃 相信这两个字 如果你心里保持怀疑 是连接不上神 基督耶稣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因为他相信神 他可以把自己的肉体奉献给神 最后跟神合一 连这种瑜伽的人会比较走心 渴望可以臣服在神的意识体里面 也喜欢为神团聚 也热爱信徒之间的互相扶持 除了基督教以外 传统的道教 传统的印度教 和一般会拜神明的 都是属于奉爱瑜伽 第二个瑜伽完全相反 叫做 Janana Yoga 智慧瑜伽 适合理性的高材生 或是很会分析的人 智慧瑜伽 没有相信这种东西 只有是 佛 还有不知道 他算是一种头脑的运动 他会透过一个系列的问题 去侦查宇宙跟存在的真相 痛苦跟悲伤 存在吗 哦 这个容易 是 为什么会痛苦 呃 是否 呃 不知道 冰淇淋 会让你痛苦吗 不会 呃 呃 否 呃 没有冰淇淋 会让你痛苦吗 没有冰淇淋 呃 呃 是 那 不知道冰淇淋的存在 会让你痛苦吗 呃 呀 这个 呃 呃 老师 我脑子好像 坏掉了 这种瑜伽 IQ太低 也不行 要有慧根 佛教也是智慧瑜伽 后来延伸的一个流派 利用智慧 像一把刀 把痛苦跟悲伤的根源 切除掉 这种删除的法则 会减轻你多余的烦恼 让你最后留在一个 脑停滞的状态 是追求一场空的体验 然后看看 是否会带给自己 无限的平安和喜悦 所谓 涅槃的境界 除了佛教 武僧论哲 老子哲学 印度的不二论 还有很多西方身心灵作家 都是走智慧瑜伽的路线 像埃克哈特托勒 拜伦开迪瑞德 沙姆海里斯 穆吉等等 第三个瑜伽叫做 Raja Yoga 国王瑜伽 适合运动选手 或是敏感体质的宅男宅女 他叫国王瑜伽 因为曾经 古印度有个国王想开悟 但是他没时间 因为他太忙着经营国家 所以他花了很多的钱 找了很多的瑜伽师 一起讨论 是不是有一个快速的方法 可以让他开悟 最后他们整理出来的方法叫做 静坐 他们认为 无论是奉爱瑜伽 如果瑜伽 沉迷在神的意识体里面的时候 还是智慧瑜伽 把自己的思想 抛开到一个空的境界 最后的结果 人是静静的坐着 所以如果可以让人静坐 可以复制那种内在的境界 但因为静坐 并不容易 瑜伽师 发明了八个要件 协助人 静坐 所以这种瑜伽 也可以叫做八部瑜伽 或是八字瑜伽 每一步都是帮助自己静下来 从身体 情绪 思想 和呼吸 都要慢慢降到一种 归习大法的地步 做到的时候 你的意识体 会忘记它所有具体的限制 而无限扩大 让你跟宇宙合一 这种瑜伽 虽然不用太聪明 也不用太感性 但还是需要具备相当大的意志力 一般念这种瑜伽 个性比较强悍 另外它是一个人的运动 相对比较孤独 很多关于能量的瑜伽 例如 左火瑜伽 进化瑜伽 或脉轮瑜伽 都算是 国王瑜伽的延伸 我问你在干嘛 我在分享瑜伽哲学给大家 有人听吗 有 你要什么 我换电灯泡 坏了 坏了 好 okok 第四个瑜伽叫做 Karma Yoga 业障瑜伽 适合非常有爱心的人 或是有同理心的人 借给瑜伽最直接 要做好事 要一直做 要做到忘我的地步 然后因为没有自己 你就开悟了 最经典的例子是 田主教 慈善工作者 特勒莎修女 她一生服务 加尔哥大人民 就算是违背田主教的命令 她依然会奉献她的双手 去帮助他们 她其中一个名言是 当你爱到心碎时 你再感觉不到痛苦 因为那里只有爱 这是一种矛盾 却真实的道理 就是要一直爱下去 就对了 不要管别人 再怎么痛苦 你就是爱 每次等于你心碎 你就是剥掉一层的自己 一直剥掉 一直剥掉 让你最内心 剥完 就是爱 等你只是爱的时候 这也等于是 开悟 最后还有一种瑜伽叫做 整合瑜伽 Integral Yoga 其实大部分的宗教 都是这四种瑜伽的整合 只是个个比例不同 像我个人比较偏爱禅宗 她首先是头脑为主 第二是静坐 第三个是奉献 还有第四个才是走心 这个配方对我来说 是比较稳 但我老婆比较感性 她比较使于是走奉爱瑜伽的路线 请你等一下去拜拜哦 好 因为我知道 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没那么容易 尤其是身心领圈 要认识各个门派 极度复杂 运气不好 也会碰上神棍 所以我觉得 如果这些基本的路 可以先搞清楚 后面的选择会比较容易 我们也不要对 别人的选择有偏见 无论方法 是要用自己的心 去爱一个外在的神 或是要用自己的头脑 去分析一个内在的正向 或用自己的身体 误导一个无限大的自己 或是奉献你的双手 去建立一个有爱的世界 都终究的结果是一样 都是要让自己意识的定位 转化成一个超越个人的角度 虽然道路不同 但目的地是一样的 这是功夫班杰的身心领字典 请帮我按赞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帮我订阅一下 如果你要知道 下一个身心的词位 请帮我按一下那个铃铛 拜拜